大家好,又到了傑哥軟實力的時候 今天要和大家繼續講OpenAI 我們要講Chart GPT 多謝網友提醒,提醒我讀錯了發採音 感謝大家 為何要繼續討論OpenAI呢? 因為我們這一代人都遇上一個頗大的突破 因為運算速度非常快 所以今天就請傑哥再和我們分享一下 有關Chart GPT 究竟它的特別的地方在哪裏 以及為什麼我們有些工作 其實大部份的工作 有些不用用腦的工作就會被取代 遲下再和大家聊一聊這個議題 傑哥你好 大家好,各位觀眾好 是 那Chart GPT 就是由一間叫OpenAI的公司生產出來的 製造出來的 那間公司是在2015年成立的 即是當時已經是接近明星級震動 由馬斯克大頭 加上其他科學界的 尤其是電子計算的巨頭 在植谷那裏成立的 當時就投資了10億美金 不過最初這間公司是有一個很大的理想 所以它申請的時候就是一間非營利公司 因為它自己都知道資本對於這個AI行業 尤其到時如果它 因為它的目標是要製造一個強人工智能 即是如果這個強人工智能 是被某些公司或者某些財團壟斷的話 其實對世界來說是很危險的 所以它就註冊了做一間非貿易公司 即是非營利公司 但是在2018年的時候 因為可能馬斯克它自己做Tesla 這個電動車的時候 它都有AI的一個部份 可能兩間公司在它同一個手上 就會有一個衝突在那裏 所以在2018年的時候 它就離開了OpenAI 這個就帶來了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了馬斯克這個大腿之後 OpenAI的財政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所以後來它就把那個非營利公司 就是它做了一個方法 應該是申請了一間子公司 叫OpenAI-LT 類似一個有限責任公司的子公司 OpenAI在裏面是一個大股東 就是董事局的主權 但是這間OpenAI-LT 就是一間叫做盈利封頂 收益封頂的一個公司 它是可以賺錢的 那它那個盈利封頂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投資者的投資資金 那個盈利是可以達到投資資金的一百倍 那就是它其實可以賺到錢 那相對於它那個營運 製作方面 就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那微軟看都這樣 也都注資了 瞬間注資了十億美金給它 那後來還追加到一百億 如果大家有看的話 就是很多公司 就是很多報道都有說 這個是微軟有史以來 第一次投資一百億資金的一個項目 就是微軟體重 就是人工智能這一方面的一個發展 那我給大家一個數目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錢呢 那在GPT 即第一代的時候 就是在2018年6月的時候發佈的 那它當時那個 就是運算參數 是1.2億個參數 那去到後期了 2019年的11月 它推出GPT2的時候 對不起 是GPT2 那時候還沒叫GPT GPT2的時候 第二代呢 就已經去到15億個運算參數了 那2020年的6月 推出GPT3的時候 已經去到1750億個模型 就是你可想而知 它那個模型量 是一直一直去找大的 找到它 就是 它比當時 就是18年第一代的時候 第三代已經多了一千倍 那所以它那個 資金 所以才是消耗這麼大 那去到GPT3的時候 它們還加入了這個 人工反饋的一個 強化學習的這個模型下去 那也都進一步呢 增加了那個 就是模型參數的那個量 去到1.75億 那正式升級了做去 這個GPT3.5 這個說的是2022年3月的事 那整個CheckGPT呢 其實是根據這個GPT3.5去做開發的 它只不過是在GPT3.5那裏 加了一些關於對話的優化 那它升級了變了做現在我們 經常聽到的CheckGPT 其實它一個這麼大的參數來講 其實在AI這個領域 其實已經是 我可以這樣說 算是獨佈天下 算是最多的了 但是它有些事情 網上很多人都發覺 它有些事情是亂回答的 為什麼呢 就是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它那個資料庫 只是去到2021年 那再新一些它就沒有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是一間 所謂的非營利公司 那其實有沒有一些 就是舊的資料 是可以給一些 就是非營利公司去拿的 就是沒有版權的 考慮就可以讓你用的 那所以它是可以用一些 舊的資料的 新的它就用不到的了 所以它有些問題 它就會亂回答 那第二個原因 就是我自己猜的 就是亂回答 可能是一些程式上的設定 就是它一定要你 就是它不懂得回答 它就亂回答 看一下你用家的一些反饋 到底面對著 一些它亂回答的內容 你有什麼反應呢 其實它都會記錄了 在它的培訓軟件程式上的 那就是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它是一個很大的數學模型 就是很多的一些參數統計學裡面去做 那我們每天的用家量 可能超過幾億的 去訓練它的時候 那變相我們其實是一個 就是怎麼說呢 變成了一個打工仔 就是可以免費用它 不過你都要在它的發展上面 你都要付出的 那它現在的產品 Track GPD 其實真正意義上它的重點在哪裡呢 就是一個叫做 自然語言轉換成為 電腦語言的一個橋梁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 以前有沒有用過 舊式的電腦 以前我們是要進入一些指令 才可以走到一些程式 比如好像DOS DOS 沒錯 沒錯 就是大家要塗一大堆代碼 才可以做到某些指令 施語言 就是再慢慢進化 是 慢慢進化 是 慢慢進化 是 慢慢進化 就是慢慢進化 就是大家發現 有人發明了鼠標 就是Mouse Keyboard 就是Mouse 配合Keyboard 你可以有些圖標 可以打一點下去 就可以進行到某些功能 已經方便了很多 然後再發展到近這兩三年 大家會有些叫做智能語音助手 譬如Series 或者小外同學 這類的 譬如你有些簡單的指令 譬如開電視 冷氣調到幾多度 不過調個鬧鐘幾多點 其實它就會給你一些反饋 但是當然那些 就只是一個很初階的人工智能的反饋 現在接下來就是check GBT 就是你可以做到更加複雜的事情 就是靠一些普通的人類說的 我剛才說的自然語言 可以下達到一些命令 電腦是會有反應可以給到你的 是的 我覺得有些少像 我們以前靠找資料 譬如我打個比喻 你打算約女朋友去吃飯 那你會怎樣做呢 很久很久之前 你可能會不斷揭一些雜誌 在一些問一些朋友 來拿意見 到後來你可能自己在Google那裡 你會進入一些關鍵字 去找一些餐廳的連結 或者一些評論區 你自己逐條逐條去看 一些網頁 裡面的評論 就是這樣操作 但是check GBT現在變了勢之後 大家的操作又會不同了 可能你就只要跟check GBT說 你打算哪一天 約女朋友去哪裏吃飯 去吃飯 問她有什麼意見 她可能會根據她之前 看過你的一些資料 估計你的財力 你對你女朋友的重視程度 她可能會推介一些餐廳 你就不用再逐行去看 每一個網頁裡面的資料 這個是一個縮短效率的方向 其實我們講的工業革命也好 或者現在AI會不會取代某些工作 其實在講的是一個效率的一個名題 以前可能10個人 或者你花10個小時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現在兩個小時或者兩個人已經可以做得到 那自然就會有人說會不會有些人 或者工種是會被AI取代呢 其實準確一點來說 應該是會懂得用AI的人去取代 這些我想只是限於一些工作比較套路 和一些可以量化或者可以計算到的工作 在check GBT出現之前 大家會覺得會被AI取代的可能是一些體力上的勞動 或者一些不用用所謂創意的一些工作 但是現在你發覺其實在check GBT出現了之後 一些所謂需要創意的工作 或者需要思考的 其實懂得用check GBT去做的人就可以做得到 簡單來說 舉個例子 網絡小說 有些人是借網絡小說的寫手 他可能寫到都是一些 譬如我隨便舉例 譬如撞車啊 失憶啊 自己的女朋友很喜歡的 原來自己的妹妹 這些這麼老套這麼舊的劇情 不斷在那裏撞一些套路去寫的 這些網絡寫手 很容易被一個懂得用check GBT的人去取代 即那個人可能他自己 對著電腦那裏 搭一些關鍵字 可能check GBT就會幫他 寫成一篇小說 他自己可以在裡面做一些微調 對於這些工作的人 其實就很容易被人取代 如果你是一個懂得自己思考的 自己的風格的 其實給check GBT取代的風險 我覺得很低很低 甚至接近是0 因為check GBT它本身 它做事的方法 或者它運算的方法 其實它是一個很大的資料庫裡面 簡選一些有用的或者你需要的內容去給你的 如果資料庫裡面本身是沒有的 其實它是做不到的 我打個比喻可能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很討厭這個人 但是其實我講的是莫言 莫言可能有人很不喜歡他 但是你不得不否認 莫言他本身寫的文章 或者他的小說是很有自己個人的風格 你可以很容易想像到的就是 如果莫言沒有出現過 又或者這個check GBT 他沒有看過任何莫言的文章 其實他是沒有可能可以寫到 出莫言這樣的風格的文章出來的 如果你說一個很有風格的人 他會不會有機會被check GBT取代呢 好像是絕對沒有機會 因為他根本都做不出他那樣東西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好像之前圍棋那個程式 Alpha Go 它是很厲害的可以打贏世界第一的圍棋高手 但是圍棋這個行業是不是就這樣就已經沒落呢 又不是 大家依然會去看圍棋的比賽 因為就算一個AI它落指落得多麼精準 它計算多麼高超多麼深奧 其實你要看圍棋比賽你都要看人 就是看人才有一個娛樂的感覺 如果你就這樣看一個AI在鬥來鬥去兩步 AI鬥去就不會有那個感覺在那裡 所以在維棋這個行業也可以印證出 將來那個發展可能是怎樣 就是那個發展可能就是一些初級的人 如果你想去接觸譬如當是維棋 你去學可能有一個AI的一個訓練 旗手可以訓練你 那你可以不用好像以前那樣跟一些老師 又或者是給昂貴的學費去學維棋 那你可以很容易入到門 那如果你捉得厲害的話 依然可以好像以前那樣可以飛黃騰達 就是繼續維棋的事業 那在其他行業我想都會差不多 就是因為AI它自己是沒有一個 就是落指令的意思 就是它沒有自己的目的的意圖 去落一個指令 所以它在後面去用它 那個人是不會被它除代的 反而更加需要這一幫人去掌握 如何去利用AI去幫忙做一些事情的一個人 就是那個道理就是 就是之前我剛才這樣說 你在現在這個世代 你懂得用Google去搜尋一些東西 或者你懂得用Excel 那你是比其他不適用的人 是更加容易去找到工作 那遲些就是如果你懂得用AI 去怎樣幫到你手日常運作 那你就會更加容易去找到工作 因為你的效率會比其他人高 是的 還有我想說就是教育 這個行業其實有很多人覺得 它是一個文字輸出的行業 很有機會會被CheckGVD取代 其實有一次剛才這樣說 如果你是一個有心去做的老師 其實是不可能會被AI取代到的 因為其實教育是很講求人和人的溝通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電腦教的 你會覺得專師種到這件事 不會對著電腦 而且電腦很難教到一些道德上的觀點 還有一些新的知識 其實新的觀點 因為其實道德的觀點都會跟著 就是日生預言 每一天發生的事 你道德上的教育都會有些少少不同的微調 那AI其實不可能做到這件事 那學術上都是 一些新的發佈出來的東西 其實AI是不會有辦法可以總結給大家的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是按著套路 照書讀的老師其實就很大風險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真真正正想做教育 教好人的老師 或者你是教人想法的一個老師 其實CheckGVD是沒有可能取代到你的 那換句話來說 其實在CheckGVD問世之後 其實你往好那方面看 其實是某一程度上 是逼到人去更加去注重自己個人的個性 去怎樣發揮自己的個性 以及個人思考的能力 那你才不會被人同態 就是凡事都是兩面 就是在很久以前 就是蒸汽機出現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都會擔心會不會 就是蒸汽機出現了之後 就會令到紡織業或者一些車 就是做機械工作的人會被人取代 就是手工藝品會被人取代 其實現在的看回頭 其實有些有價值的 有個人特色的手工藝品 其實依然存在 在這個世界上 就是大家依然都會肯破費去買 也都迫視了很多人去想 很多不同特別的創意出來 這個暫時就講到這裡 先交給大衛Sir繼續討論 由電腦語言和自然語言 互相轉換 已經是非常之特別 以及比較難想像到的一個情況 我們看到 譬如現在有很多電腦程式員 包括A君都講過 他寫了有關的一些交易程式 他都會覺得 原來是做到的 還有在試錯之後 他會發現到完全沒有錯 我當然承認 Chat GPT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優勢 他就是 可以很快地 搜集到過去的資料 如果你沒有輸入資料 就沒有辦法 去做到這些計算 還有他都沒有辦法 取代例如劉慈欣 莫言 還有很多位小說家 包括以離世的危康 黃毅、金融 這些名作者的 一些智慧 還有一些 最特別的學習模式 寫作的模式 我想這個是難以取代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 出現了 就是 他的學習能力 是非常之強 基本上 如果你更新的資料 夠快 他就可以 很快地把你的資訊 整合 今天早上 看了一篇文章 有一個人 在一個招聘廣告 在5分鐘後 就寫了一篇文章 給那間公司 5分鐘 我覺得很奇怪 你這麼快的 結果發覺 是用 ChatGPT去寫的 寫的時候 就完全沒有改變 但裡面說 沒有什麼感情 沒有什麼個人的事情 但要回答的問題 就完全回答 但是後來也知道 這個完全是AI的寫作方式 老闆都去尋找一些資料 嘗試用同樣的情況 嘗試查CPT 究竟是否同樣的答案 結果發覺是的 這一點 其實 要避免很難避 但是的時候 我們有看到 如果你是做一些 不是有創意的工作 而是一些 很樣板式的工作 其實很容易被取代 嘗 我們老老實實說 有很多工作 其實都很容易被取代 例如好像校戶服務員 對吧 這一方面 很容易被取代 這是一定的 取代的 或者一些很基礎的程式編 編程編 很基礎的 你可能寫一個很簡單的編程 你需要的時候 可能兩天或三天才能寫到一個小編程 但是現在跟你說 你一分鐘就可以寫到 你怎樣去做呢 我同意阿傑哥說的 你搜尋 GPT 其實對於 我們 的人來說 一些很廣告創意的工作 是 怎樣說 暫時這一刻 很難取代 你要看看 他將來的 那個 進步在哪裏 進步在哪裏 嗯 那我們都是有 對嗎 對嗎 對 如果他 一樣停留在這個位置 其實 我們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們要用的 晶片不同 不是CPU的晶片 而是GPU的晶片 這個GPU的晶片 其實就是一個 圖像式的晶片 就是解決圖像問題 這個是他的最大差別 那這個呢 就是他的 GPU是什麼 和CPU的不同 在哪裏 其實有很多 共通點 那兩個 都是用關鍵的運算引擎 兩者都是 就是為 直徵 打造的微處理器 而且 都能夠處理資料 但是 CPU 和GPU的架構 是很不同的 而是針對不同的目的 去打造 我找到資料 顯示 CPU是適合 各種各樣的工作負載 尤其是注重延遲時間 或者每一顆核心的效能 工作負載 CPU 是一個執行的運動 CPU 會把比較少的核心數量 用在個別的工作上高 而專注完成 快速各項的工作 就是很快手的 所以 CPU 適合的工作領域很多 包括 一般的計算和資料庫的運作 但是 CPU 就不同了 而是一種 作為專門的ASIC 為了加速特定的3D採現工作 而開發 這一個 就是之前的工作 就是大家是圖像處理 是不是 就是 你看到很多電影裡面 你是需要 GPU 比如路浪地球 也有很多GPU GPU 晶片的開發 的一些形象 而且 傑哥 價錢很貴 是不是 你提過我 是啊 是啊 我想我們在下一集說 我們中國如果發展AI的話 有什麼難處 但是 給大家提示 這些GPU 真的超級貴 超級貴 還有下一集 我會跟大家講一講 什麼叫圖靈測試 雖然很多人都 有提過圖靈測試 其實這次 是對圖靈測試的一個 大突破 可以這麼說 這就是AI和人的最終分別 好嗎 我們今天時間 暫時跟大家 聊到這為止 下一集 再跟大家詳細聊 有關的議題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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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拜拜